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大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就能够深入我们的潜在潜意识啦 无意识 然后找到我们现在问题的源头跟种子 所以它算是一个疗愈心理学 是 那知见本身的这样的心理学 它真正主推宗旨是什么 改变自己的心灵 改变自己的世界 是 我觉得改变世界很重要 其实要改变世界怎么改变 就从自己开始 对 你知道上个星期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就聊过一样东西 我们聊什么呢 就是聊有关付出 对 那付出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正在努力的付出 为对方的付出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牺牲 对 以为牺牲就是付出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可以测试 我们是在真心的付出 还是在牺牲 你知道吗 怎么说 是 假如你付出付出付出之后 可是对方没有回报 你也觉得没有回报 或者你没有受到任何的赞赏 或者什么的话 你总觉得自己好像 付出了没有什么意思 那其实不是付出 那是一种牺牲 可是 你的付出 不一定会得到人家赞赏 如果是真心的付出 当我们在付出那刹那 我们心灵已经圆满了 我们已经得到赞赏了 我们已经很快乐了 那其实得不得到赞赏也OK 我们就不会有那个问题说 得不到赞赏 因为我们不需要赞赏 是 对 那这角度蛮好的 就是在你付出那一刹那 其实你已经得到圆满 对 你已经不在乎对方是否赞赏 你所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说 得不到赞赏 是 对 那有时候你知道吗 在过去我在我感情里面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感情 嗯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它是特别好的 嗯 那我一直就希望它过得很好 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那希望百般的去照顾 嗯 那一直在给 一直在给 但是我发现如果 呃 它没有给我它的 attention的时候 嗯 我会有种怨恨 对 我会有种怨恨 后来我发现 因为有一次 嗯 有在车里面 嗯 他跟我聊心事 嗯 聊着聊着他哭了 嗯 嗯 他哭的时候呢 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个感觉 嗯 我要对他更好 嗯 我跟他在一起 不能够拖累人家 要对人家的 幸福负责任 嗯 啊从此之后 天呐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我对他不好的话 我身会有愧疚感 所以你的付出 是建立在你的罪恶感底下 对不对 说对 我们说牺牲吧 嗯 什么是牺牲 牺牲是一种我们剥削自己 然后付出给人家 可是真实的付出不是剥削哦 真实付出就是我们满满的这个爱 或者这个感觉 我们就付出 我们不会少一块的 嗯 可是当我们对某个人 有罪恶感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可是当这个应该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不愿意 嗯 因为我说我应该做 它就产生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反差 就是说我们外在应该 里面其实心灵也不是很想这么做的 只是不便 是 没办法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感觉不便 没办法的时候 其实当下付出的当额 里面自己是不愉快的 是有被剥削的 剥削自己啊 剥削自己来成就别人啊 对 这是一种牺牲 很多人牺牲这样子 对 OK OK 也对 好像你就照顾他照顾得很好 是 可是你却不去照顾自己 对 我们可以说是 就是对他比对自己还好 对 对 可是真实的付出是我们两个都很好 我们不会说不照顾自己 可是牺牲是我们就忘了自己 我们可能在心灵上忘记照顾自己的感觉 或者在外在没有对自己那么好 就是不买东西给自己都买给他 然后就觉得哦这样很好 是 那其实长久下去里面会有怨恨 因为我们越来越少 是 然后我们就会希望对方反过来应该为我做些什么 是 那就造成了双方彼此的压力跟拉扯 如果是有人这样跟你说 他说 我买 我就是 不会买东西给自己 但是 我会买东西给他 那你问他说 那你不是牺牲的吗 他说不会啊 这样子做我很开心啊 请问这样子算不算是个剥削自己的牺牲 如果他不买自己 不买给自己 他OK 那没问题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就如果是说 我要 但是我宁可 给你 给你 那就是个牺牲 这是牺牲 OK 这是牺牲 就 打个比方吧Jerry 假如你家 假如而已 就是你妈妈 他几十年来都跟你说 儿子啊 你看我为你牺牲了我的青春 为了你牺牲那么多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我都不好好照顾自己 我都给你 是 我想请问 你感觉好不好 我觉得会有愧疚感 好像 就好像我 亏欠了你 对 对可能 真的会这样 很多妈妈都这样的 所以我们讲完那句话之后 我们下一句就是 那你应该对我怎么样 其实他不一定说 可是我应该说 那我能为你做什么 能量上其实是这样子 是的 所以牺牲其实我们说把一点 在底层是有个夺取的能量的 我们透过牺牲 我们无意间就创造了罪恶感给对方 然后因为用这罪恶感 我们就可以操纵对方 希望对方会依据我们要的方式来爱我们 所以它是个不真实的夺取 可是我们不要责怪任何人 因为多数人在牺牲的时候 他完全不了解自己潜在的这个心灵在这么做 是 是在无知的情况下做的 所以我们只能体谅或者谅解他 嗯 继续啊 OK 我想知道啊 如果有一个人 他不断地在剥削自己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牺牲 嗯 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子 你就要长年每月继续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会走到这么低 讲难听一点 也许有一天会变成李莫仇 哦 神家侠里那个李莫仇 他就怨天怨地怨世界 怎么我为全世界做了那么多 怎么没有人为我做一点点什么 那重点是很奇怪哦 为什么牺牲的人 总会觉得别人不会对他怎么样 或者别人不会很全心全意的去感恩牺牲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牺牲本身送过去的能量就已经不是正面的 比方说我说我先送礼给你 我是因为我爱你啊 我觉得送礼给你让我很开心 那我也不会有什么 就是剥削掉自己什么 可是如果今天说 哦 我就少吃一点 然后我就送这个给你 我因为我不领情的时候 哦 我也很难过 可是就算你领情 我想知道 我们这样子送过去的能量 我里面是不舒服的 我里面有愧疚感的 我里面有夺取的 请问我送过去的能量是正的还是负的 负啊 所以你收到我礼物啊 是 应该很开心啊 可是很多人就有个莫名其妙的感觉 就很不舒服 就没有办法很全心全意的去感恩对方 因为觉得 就是怪怪的 因为多数人跟这些能量 或者跟内在这种感觉 没有办法好好连线 所以他没有办法讲出这不舒服的感觉 是罪恶感或者愧疚感 他只知道 我收这个礼物收得好不舒服 是 也不是说的一个莫名其妙 对 然后自己内在感觉不舒服 怎么去感谢对方呢 也许勉强感谢一下 可是对方会觉得 好像你不是发自内心 不过那是真的 是 我们当别人为我们牺牲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感觉不舒服的 其实我不太想为了我 去特地做某些事情 然后你知道说 他牺牲了时间 他牺牲了工作 他牺牲了某一些东西 就为了成就我 是 我会很奇怪 就是我当下会觉得 我要如何补偿 对 我要如何补偿 然后你就去 也去牺牲自己 对 他就变成一个恶性型怀 那两个人 好像都在付出啊 可是怎么感觉越来越糟糕 你知道吗 我其实跟我刚才讲回家 回讲我刚才那样的感情 我其实很疼他 就花很多时间 甚至乎 不工作 就陪他 他想去哪里玩 我陪他 我这样子 我都希望这样子 当然陪他去海 国外玩的时候很开心 可是回到新加坡说 诶 怎么还是这样啊 对 你知道 所以那种痛苦 那他越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 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就变成我一直看自己 诶 为什么我老是觉得我不好 可是我已经做了百分之百 我常常跟别人讲 诶 我想说好好先生 诶 我应该拿一百分 你知道吗 是 所以我就想补偿 你对我这么好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如果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 我们底层有夺取 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时候 其实那刹那已经抵消了 对 所以没有东西会回来的 所以我们要期望东西 通常不会回来 因为能量上已经抵消了 其实自己知道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骗 当你如果是真的是出于 就是不是正能量 就是正面的 其实你做当 其实你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个微弱的声音 会告诉你说 Come on OK 那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是 其实很奇怪 你知道的 我这是 所以我常跟朋友说 听你心里面那微弱的声音 其实很多事情你知道的 但是我依然 可能理性去分析一堆 你这样做会更好 用你的方法去 他可能没有领受到 其实不是 你心里那个微弱的声音 你心里面是 别浪费的 对 你其实在整个结局 还没来之前 你知道的 知道 只是我们有时不想去听他 对 我们不想承认 那不要说我在感情这一块 就是跟工作上也是这样子 明知道这个人是这样子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碍于自己的面子 可能碍于自己的身份 这个员工要走 那我觉得他好就留 可是自己心里面说 有时候问我说 留在干什么 对 所以你留他有牺牲 我就说 不是牺牲 我觉得我留 挂顿事情给你了 可是最终 他还是会走 其实走 他答应的时候 他再一次请私走手 我心里面有个微弱声音 你本来就不应该留 你早就知道结果 只是我们不听那声音 对 我们都听头脑的 理智上的 所谓的我直的声音 说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心里都知道怎么做的 你告诉我 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要从这样的一个 恶性循环 就是自我剥削的牺牲 来付出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回转头 这个出路应该是怎么样 出路是选择 怎么说 就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牺牲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声音 在里面说 不便啊 没办法 我必须做 我需要这么做 对不对 那当我们在讲 没办法 必须做的时候 其实在那差了 那我们让自己 在一个状况里 就是我没选择 我必须做 其实我们人 都有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做 或选择不要做 可是当我们在选择做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的是 我们里面那一个 不愉快的声音 就是说 我选择做 可是里面不舒服 对不对 为什么会不舒服 我们可以去面对它 处理它 或者我们选择不做的话 我们里面也会有不舒服 比方说 我们说就对一个人好 我们好像 觉得有牺牲 好像哎呀 我老师要为我先生牺牲 他又不领情什么的 好 今天我选择为他煮饭 我选择煮饭 或不煮饭 可是当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 选择煮饭的那一个 他里面那个声音会说 你看啊 你跟他煮饭 他又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也没有对你很好 我们要去看到这个声音说 It's ok 没事 我们就真心的付出就好 我们要去处理掉这个声音 然后就是让这个怨恨 让他可以去宽恕先生 然后我们就好 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煮饭 或者我们选择不煮饭的时候 另外一个声音会在下面说 你这样子做 你是个很烂的太太 你哪里可以这样不负责任 就很多声音 那我们可以选择不煮饭 然后去面对这声音说 我不煮饭 不表示我是个不负责任的太太 是 我们可以去处理掉 内在的那个负面的感觉 是 所以我们可以做任何选择 然后去看到这选择后面 所发出来的声音 然后去面对它 证实它 是 那接下来我们所做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毫无选择 是 这是第一个 处理掉牺牲的方法 Ok we have a choice 我觉得这个方法 懂得感觉的那个声音很重要 是 其实很多人的 其实很多人生命里面 包括我在念 有一把声音在我们生命背后一直在唱 就好像那个 那唱蝶 那唱蝶 它其实一直在转 你都知道 可是有时候都知道那个地步 你都已经不以为然了 但是它自己生命不断在 在在在在在 对 念念念念念念 对对对对 那除了选择 第二步应该做什么 如果说 以刚才我们讲牺牲 内在有夺取的话 对不对 如果是真心的付出 我们就放下说 对方应该对我们怎么样的那个想法 就不要有要求 就不要有要求 只求付出不求回收 我就说 好 我现在付出是因为我全心全意爱你 我愿意为你付出 同时我们不剥削自己 就是我们在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可以给的范围内给出去 而不是砍掉一块肉来喂你 No 这是一种牺牲 是 关键是我们华人千百年来 我们所得到一个资讯就是牺牲是美德 No 牺牲得到的只是怨恨 误会了 真的是误会了 其实在今天聊天里面 让我想起我以前过去的那段感情 很多人的感情 我发现很多感情 特别是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能在一起的不多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以前 在没说知也的年代里面 他们反而能够相互的持久更多 更久 可是现在呢 你自由恋爱里面 反而能够持久的不多了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一点都不浪漫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呢 在心灵上一开始会在一起是因为彼此有需要 所以多数人因为错误的理由而在一起就是他们以为是爱其实是因为我有需要 你这个人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所以后来会产生冲突是因为里面的需要跟需要就开始冲突了 就谁先满足谁呀 然后过后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然后就两个不能妥协就重新再来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需要跟需要一直不停的在寻找的过程 我想这一期里面 我觉得很棒 特别是对于懂得如何真正付出这一块 因为如果不懂得如何真正付出 我们得回来都是负面的 很多人其实很努力 到最后他其实没有得到他真正应该得到的 那他就怨天尤人 其实任何我们需要的东西 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 所以很有趣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说 任何我们的需要好像我需要Jerry你给我很多爱 我一直要的话我还是得不到的 可是如果我需要爱我就付出爱 那刹那我是不是也满足了 是的 所以很多老师说你需要钱你去捐钱 你需要这个你去给住 其实那是真的 重点是我们是在全心全意不夺取的情况下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去付出 那一点点爱那也好过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你知道吗 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的缺 缺什么 缺人情 能乱 缺爱 缺关心 那这是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缺什么 缺钱 缺一个希望 对 缺一个建设的一个理念 缺creativity 创造力 我们什么都缺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肯给 对我们都在问说你们可以给我什么 对 可是我们忘记了问其实我们里面有什么 对 我们里面有的我们都能够给 而且越给我们会得到越多 是 我想今天这个节目我真的是打从心里都非常满足 我觉得这些话讲出来 哦还是真的有智慧 是 智慧就在我心里面生命里面 谢谢你这四个星期跟我们在一起 谢谢你 我觉得跟你聊天我很开心 我也是 谢谢 亲爱朋友们很开心了 这四个星期这样走来 那我们都看到一些东西 四个星期特别是今天就懂得了解到何谓的付出 对 付出不是一种掠夺 是真正的 你给的越多 你得的越多 你今天到底生命当中缺的是什么 是缺钱吗 缺感情吗 你真的觉得越来越寂寞吗 还是觉得怎么老是没有人去赞赏 那你就先做另一步 谢谢各位在这个节目里面 爱上千里里面 谈谈你谈谈我 记我们的支持 我们下回再见